一到夏天,很多人都喜欢去外面吃烤鱼 其实自己在家做,一点也不难 关键是自己做的干净卫生,吃着更健康 做烤鱼首选姜团,它肉嫩,刺也少 买鱼的时候,最好让老板娘给收拾好 清洗干净,先把鱼的竹骨砍断 再在肉厚的地方划上几刀 来上一勺盐,一勺胡椒粉,生抽,料酒,一大把葱姜 里里外外揉搓均匀腌制20分钟 水开后放点自己喜欢吃的配菜 煮熟捞出来垫在鱼盘里 盐好的鱼擦干表面的水分 这样煎炸的时候不会崩 油的温度稍高一点,鱼头朝下慢慢放进去 鱼头预备的肉比较厚,先给它定个形 中火炸到两面金黄焦香后,捞出来放在蔬菜上 另起锅放姜蒜、洋葱、小米辣炒出香味 然后放一包饭店同款的烤鱼料 它有藤椒、蒜香、香辣三种口味 炒出酱香味后放入一大碗清水 煮开以后直接浇在鱼上面 有条件的再撒上一把熟花生 这样就可以边煮边吃了 这个季节来上这么一份香辣烤鱼 真是太合适了 想吃你也赶快做来试试吧